一连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 在一号正式的展开 一早就由部分的车潮 陆续的涌入了苏花改公路 而警方立即加强部署 交通疏导的工作 而车流大致都还算顺畅 并没有出现严重塞车的情况 另外因为一连多天 持续受到寒流低温的影响 从太鲁阁口往山头看去 就能够清楚地看到 山顶布满着雾松 这难得美丽的画面 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的拍照 元旦廉假第一天 苏花改一早就陆续涌现车潮 不少民众就怕被塞在车阵当中 都选择提早出发 不塞 完全不塞 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因为昨天我们看报道是说 凌晨四点到中午四点 然后会塞 我们就提前五点出门这样 事实上我们已经点累了 五点半才从中立出门 那到这边基本上 我们预期还早 对 很顺 面对一连三天的元旦连续假期 就怕交通大打劫 警方也不敢大意超前部署 在多个交通热店 安排交通疏导工作 那本分局已经针对 辖内太鲁阁国家公园 及省道台九县 西兴潭风景区 等重要的路口路段 规划了34处的交通疏导港哨 那另外本日也是和欢三围起两个月 雪季勤务的首日 本分局也针对这些降雪热点 如松雪楼 克难关 小峰口等 规划了相关的交通疏导勤务 以其能在遇到有交通事故发生 或者是交通涌舍情形的时候 能够立即启动交通快打排除 并适时反映这个车流状况 交通部在本次元旦廉价第一天 及最后一天均有规划这个大客车优先道 在此也鼓励民众 可以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省时且避免有遇到塞车的情形 受到低温寒流持续影响 站在太鲁阁口 只要抬头一望 就能清楚看见山顶上布满雾松 这难得的美丽画面 也吸引不少民众拍照留念 根据公路总局数据显示 在31号跨年夜 苏花改南下车流就有超过9800辆 估计在1号元旦连续假期首日 苏花改南下车流将会超过1万辆次 如果不想被塞在车阵当中 就只能将防范做到超前部署 而警方也特别针对容易塞车路段 实施疏导 以免让民众陷入无限塞车的噩梦 记者许丽清新城乡报导